我覺得最近姐姐好像很夯 對啊 但我絕對 真的不會再找小十一歲了 就是 你說小十二歲OK是不是 不是啦 小甜甜鬧翻宋一鳴 要錢就不是信仰 第二春小八歲條件曝光 既然國稅局已經還清白了 誤會已經解釋清楚了 那其實真的沒有關係 阿斌先前兼據宋一鳴的 一起發光照會 涉嫌逃漏稅 須報薪資所得 實收奉獻 卻沒開過收據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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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國稅局解入調查後 表示教會並無違法 聽那個教會不是 國稅局查沒事 你有很意外這個結果 其實後來我其實就沒有 沒有參與太多這個事情 因為我的部分就是我的部分 那其他的我也不干涉 本來宗教這種東西 它本來就不需要金錢 因為如果你要金錢的話 那就不是什麼信仰 因為很多信仰 他們錢是無關的 小天天說 現在沒有特別的宗教信仰 只要是做好事 又再做公益的宗教信仰 都可以接受 其實藝人的時候 真的不需要被體現 因為像有一些人 教會他是有依限說 你是這個宗教 你就不適合去什麼 做什麼的節目 或不能聊什麼 或不能播 但其實沒有這麼絕對 如果要先聊到這個 我覺得他就有點太誇張了 他們不會跟錢扯上關係 也不會跟一些 你的弟弟輝輝扯上關係 也不管你是誰 他才會幫你 好像這才是對的 他的宗教都應該要這個 而小天天自從 羽翼起發光鬧翻 跟送敬賢的婚變 也浮出水面 三月初雙方簽證離婚 結束兩年婚姻 所以你有心裡準備說 他幾歲開始會知道說 沒有誤外認識 我是隨時做好準備 如果哪一天他誤會 我就會 我會 咬繞絲絲的 把我們發生的事情 告訴他 希望他能夠理解 我沒有刻意想要 隱瞞他 或者是說不告訴他 因為 對我來說 這本來就是大人的事情 當然絕對不會是說 對方的不好 那 要在第二頭 太快了啦 第二孫耶 當時白雲哥有講 他就說你就再找一個更小的 這不算是害我 你再有個伴啊 不一定要結婚啊 我覺得最近姐姐好像很夯 對啊 但我絕對 真的不會再找 小十一歲的 就是 你說小十二歲OK是不是 不是啦 想八歲 八歲就好啦 年紀大一點的話 也可以啦 很手穩重 可能以前的我很容易 戀愛腦 對 戀愛腦 然後覺得哇好浪漫 然後好帥什麼 但現在的我是很 走實在的路線 我覺得最大考慮還是米苔木 他可能沒有那麼喜歡你的小孩 我就會拜拜 如果 嗯 你有米苔木嗎 我可能這輩子都翻身 我覺得也沒有關係 我米苔木就真的是我的一切 就是一切 真的